雞蛋麵糊打碎 加上蚵仔大把豆芽跟青菜 煎得滋滋作響 老闆家人忙著不可開交 一次得接好幾份 台南國華街蚵仔煎 這個月就漲價了 蚵仔煎60變70 香菇本餐漲10元 價格近百 漲幅大約一成 同樣是國華街老店 吐脫魚羹也公告 明年漲價50變60 漲幅兩成 老闆跟客人說不好意思 想壓在同板價真的不容易 給客人吃得高興一點 所以我才把這個價錢 好像壓在50塊頭 以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是一桶就700多 現在漲到1020 另一間瓦櫃原本30元 準備漲5元 漲幅一成6 老闆娘感嘆 什麼都漲撐不住了 台南市蕭保官最近查訪 27家知名小吃店 過半數都漲價 餐廳素食店 火鍋店 Buffet18家 也有13家 從明年開始調漲 其中火鍋類套餐 漲10到30元 牛肉火鍋漲80元 飯店自助餐 平均漲60塊錢 不太能用 比較少錢吃到 好吃的東西 台南美食以往給人 美味又平價的印象 如今大部分小吃 餐廳都紛紛喊漲 也讓民眾擔心 同板價小確信不在 荷包也漸漸變瘦 接著來關張談談的報導